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为龙族我不可能坐视不理 他修为随高 却有众生在审 你我联手权力一搏 未必没有机会 魔道跋扈霸道 实力为尊 眼前龙族又只有你们这么两位小辈 他自然嚣张 不过 这仙父一路走来 危机四伏 那逆央先帝的话 不可全心 藏宝阁里也不知还埋伏着什么凶险 要我说 实力不足的人 也是不要进去为何 谦虚啊 谦虚 你可真让人恶心 不过我同意 所以伊达和龙族的两个小家伙 就乖乖乖等在外面吧 我们找到了仙宝 觉得没用的 没准会分给你们起见 三位叔叔去世之时 我早已将消息传回了族中 你们想强夺仙宝 就算得手出了这九剑仙府 你们怕也无法安然离开 吓唬谁 传训令在这仙府内根本无法使用 那你们可以试试 别忘了我们是龙族 难道就没有别的传训秘宝 我龙族也不多要 九份仙宝 我龙族只要两份 那我们星辰阁也只要两份 两份 你们凭什么 就凭这边 使兵雷阴符 怎么可能 不是只有八戒伞仙才能炼制吗 小女娃 我算服了你的伞仙前辈 你说的没错 以使兵雷阴符的威力 就算是我全盛时期也有重生 选择 如此 我们该有进入藏宝阁的资格了吧 鹰犁阴符 这逆阳先帝喜怒无常 仙府之中危机重重 你们就敢保证 藏宝阁内没有其他埋伏 现在内讧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那您想怎么样 大家一起进藏宝阁 普通仙宝按照约定分配 前须一份 霍菜一达一份 我星辰阁与龙族各取两份 你颜姬娘娘实力最强 既然如此老夫也同意 可他不能参与夺宝 你 好 只要你们遵守约定 我不与你们一起进入大殿 丽儿 轻语大哥 没事的 有兰叔在 我又不缺宝贝 他们都进去了 你也快去吧 可别让他们把好东西都抢走了 这儿远离藏宝阁 应该没人会过来 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你喊我一声我就能听见 你就在这儿等我 哪儿也不许去 听到吗 好啦都听你的 好了吧 哦对了 这个给你 虽然说好了不起争斗 可中宝当前万一有人起了歹心 你也得有自保的实力呀 这个给我 这个给我 那你要是遇到危险 我还有啊 哦 兰叔对你可真好 行 我收下了 那你在这儿等我 千万别离开了 哎呀 知道了 你快去吧 我也想见世间是这位逆阳先帝 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仙宝呢 到时候真被人都拿走了 咱们不就白跑这一趟了 咱们不就白跑这一趟了 噢 灵兽圈 噢 十八枚 整整十八枚灵兽圈 既然人到齐了 我先取走六妹 这灵兽圈 我拿一个足矣 其余的归你 这灵兽圈 乃是凡间难寻的质宝 收服妖兽所用 背着灵兽圈套上的妖兽 与主人灵魂相连 再无背叛可能 你有能力入暴乱心海 收服妖兽吗 前辈说得是 晚辈要这灵兽圈无用 你应前辈得去 看来一层就是这些灵兽圈了 更多的仙宝应该在二层 咱们走吧 我正担心自己 有朝一日非圣 无法继续招捕佳人 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丽儿 你这丫头 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我飞进来的 你胡说 我刚刚查看过 这藏宝阁中布置了多重禁制 怎可能让你随意进出 只有从逆阳仙帝留下的通道上来 才是安全的 过了黄泉路 您还信逆阳仙帝 这位小妹妹 你不是说不会进藏宝阁了 你不是说不会进藏宝阁了 丽儿只说不跟大家一起进入大殿 什么时候说过不进藏宝阁了 什么时候说过不进藏宝阁了 你阳仙帝说过藏宝阁中有一件重宝 你趁大家不在偷偷摸进来 可让姐姐很是不安呢 燕妻 你想怎样 我只是想确认 哪件重宝 是否落到了她的手上 没有 我没找到重宝 哼 你说我们就信吗 让我们缩一缩 你敢 我发誓 如果我取走了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 天雷之下魂飞魄散 丽儿 要是这样你们还不信 我也没办法 不过 要你们也留不住我 哼 看来那重宝藏得很隐秘啊 奴家好心动好好奇 大家快找找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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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毛笔竟是中品仙器 这剑意锋芒竟如此惊人 如果我所料不错 必是当年逆阳先帝 时常用这几只毛笔 天长日久 将自己的剑意锋芒融入其中 他们才有了如此威力 难道那逆阳乃是早已绝技的剑仙 剑仙之休 威力极大 可艰难无比 想来腾龙大陆也没什么人才 所以才慢慢绝技了 蛤 秦宇大哥秦宇大哥 别看我 看强顺那幅画 虽不知有何玄妙 但我觉得绝非凡凭 恭喜你们得到破天图 此图不仅蕴含三世 文艺秧的成名绝技 破天剑绝 还能以破天剑气护身 凭此仙宝 天仙天魔实力以下 根本无法伤到你们 最重要的是 三幅破天图联合 乃是一幅地图 所指之处 正是我逆央耗费数万年时间 打造而成的逆央剑 其中珍奇一宝无数 远超这小小的九剑 先附千百倍不止 凭此破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破天图的护体仙气 而且 其中藏有一套修炼之法 只可惜 是剑仙法术 对咱们当没什么用处 对 不过 那护体之法 却能自动护住 天仙天魔以下的修为 根本伤不了破天图之主 就算是天仙天魔 在破天剑气的反击之下 也要受伤 想来 不至于被人抢了去 炎末 你怎么还站着 嗯 逆阳先帝曾经说过 那最珍贵的宝贝是独一无二的 到现在 无论是灵手圈还是七只毛笔 以及三张水墨画 都不是独一无二的 那最后一件宝贝 肯定藏在某个地方 好 好 我这就找 幸运的小辈们 天宝以各得体 你们该离开了 这是 是 金木岛 想来那三张图就是中宝了 是又如何 看来那逆阳先帝又开了个玩笑 恭喜三位 告辞 虚伪 清兄弟 一打也告辞了 小兄弟 小妹妹 奴家也告辞 可真舍不得了 可你们呢 清语大哥 嗯 丽儿 这不是在二楼放着的毛笔吗 你怎么 哼 我可是第一个进入二楼的 怎么会空手呢 当然 随手拿一点东西喽 可你不是发誓 我只是发誓说没有拿那个独一无二的宝贝 我可没说我没拿毛笔啊 你觉得 你觉得 聂阳先帝口中 那独一无二的质宝 真的是破天图吗 那破天图 怎么会有三张呢 小子 我将这黑雁军之界 留在藏宝阁外的雕像上 常人难以发现 没想到 却被你发现了 说明你的运气非常不错 你可记住 这黑雁军之界 不但是一件上品储存仙器 其中还蕴含天火领域与重力领域 善用者可借此欲语修身 我还在此物中留下了一幅地图 一道剑气和一句话 地图可助你找到逆阳境 剑气可助你带八人进入 而那句话 你这好运气的小子 若能活着找到宝物 自会知道 莉莉 你听到了吗 只要有着黑雁军之界 就能独自找到逆阳境 而且 还带八人进入 这岂不是说 单此一项功能 这黑雁军之界 就等于三张破天图相加吗 嗯 再加上是储存仙器和两大领域 看来 它才是那件独一无二的宝物 而且 刚刚重力领域的威力可真不错 嗯 可惜 我功力太弱 放出的天火 才那么薄薄的一层 想来 若是能达到大成心 让天火领域 覆盖一两丈的范围 才真正能发挥效果吧 看来秦宇大哥又要修炼了 嗯 九剑仙府都如此危机四伏 那宁阳境一定更加神秘莫测 随便闯入必定九死一生 秦宇大哥 你还是好好修炼 等有了把握再去 千万别随便冒险 九剑仙府内 我收下一颗散心猿鹰 正好可助我修炼 事不宜迟 丽儿 我们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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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大哥 按照秦宇的判断,吸收了这枚二截散仙的原因足够帮自己达到行星后期 可他却没料到,这次修炼会让他体内的流星类再一次产生奇妙的变化 变化 是梅阿姨的生命神力 叶玲月娘们 此物就是破天图 此图共有三张 三张合并 能找到一位好命杨仙的 叶玲月娘们 此物就是破天图 你仰境的下落也只有持此图之人才能待人进入 年末苑将此图献出以求重返族中修炼 另外两张都在何处 龙族海地星辰阁各得一张 如此说来 腾龙大陆上的修仙各派并未得到破天图 他们定会想方设法去谋夺一张 每张破天图只能带五人进入阴阳境 如此一来 手中的破天图越多 能进入阴阳境寻宝的力量也就越强 想那魔道 贪得无厌 纵然已有一张 也担保不会再打其他两张的主意 看来腾龙大陆又要有一番大乱 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该活动活动 莫及 不是只有三张合并才能找到那逆阳境吗 族长大人英明 毕竟有大人您在 向来无论是仙魔两道还是那什么星辰阁 都不敢把主意打到咱们头上 如此一来 如此一来 无论他们如何争斗 最终得到破天图之人总要来找我龙族合作 不过现在最急迫的终归还是仙道 那就且看清晰派如何行事吧 是 与皇陛下有罪 那破天图想必就是寻找静入密阳境的平静 你清晰派不必要夺群的仙 启禀上线 那龙族魔道失利皆不在我仙道之下 此事乃是与皇陛下关注的大事 不惜代价也能成 晚辈定当完成与皇陛下所托 万死不辞 哼 这还想法 去吧 得到破天图再来找我 必要之时 与皇陛下答应邦命王一次 是 一张破天图也未得到 好歹打探到了你一样先帝的消息 勉强算你功过相帝 文字幕秀赞 收频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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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